呼吸之间 我是从呼吸觉醒 我告诉大家 除了一切都在呼吸之间 呼吸也相对的跟我们的易经里面有相当的关系 叫做阴阳为一体 一就是我们所讲太极生两颜两颜事项 事项是八卦 相对的在座各位 谁能离开呼吸 请问一下 你可以选择吸而不吐吗 或者你选择吐而不吐吗 我相信绝对是不可能的 宇宙已经告诉我们 呼吐吸当中 已经掌控我们所有老子道德 老子所讲的阴阳太景 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伟大 从呼吸就可以印证 如果你选择一级 你选择一级 你遭殃那一级就会回来 好 我从呼吸的肉身体的开始讲 你身体要健康 你透过你的吸 以土 吸什么 吸带氧量 土什么 二氧和氮 它都会懂 这是一个带血的循环 身体透过 它的媒介物是什么 媒介物是什么 我慢慢跟你推理你就懂 它是很科学的 空气 空气看不到它是存在的 吸 吐 吸 吐 生命就在这两体去酝量 你的命跟运就是要这样开始运转 当你出生那一剎 你的命 我相信在座活的就是命 你没有办法运转的时候 人就死掉了 运什么 运你这个呼吸的能量而已 你运到哪里 你运到胸腔呢 还要运到海底呢 你如果去运作 你的命运就开始在运作 我相信你如果免疫系统好的话 再做了 身体就会健康 我帮你推理 当你的免疫系统好 请问一下 续菌在你的身体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 你身体里面有没有续菌 有 对不对 你的记忆里面 身体里面 里面有癌细胞 有没有 有 对不对 这个医学已经证实了 可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只要你免疫系统 永远 具足 我相信 cancer 坏细胞 它起不了作用 它起不了作用 肉身体 它需要什么 你的 我们说吃的 最基本的食料 食物 带给我们的能量 带给我们的热量 热能 带给我们所有生存的 一个依据 再来空气 所谓的棉系统 大家要讲 你棉系统好不好 不用问谁 问你自己 我这样推你就懂了 如果你棉系统好 旁边在座的 在座大家 有一个感冒 就会传染了 就传染了 如果你没息的话 你可以抵掉 肉身体就是这样 第二体 第二体的能量更维系 那今天 第一体的能量是基本的 一个肉身体的能量 它是基本的 好 我们如果开始创造第二体 第二体的能量的食物 来源叫做影响 它的媒介物叫做影响 什么叫影响 你的七情六欲 爱跟恨 喜欢不喜欢 快乐 痛苦 这个是一个 对立的点 我今天就跟你讲 那是阴阳的对立 因为你在座的每一位 所有全世界的人 所有宇宙的人 没有办法掏 脱离 阴阳 只要你有分别 只要你有分裂 我跟你讲 痛苦的根源就开始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 人类要提升二元对立法则 在这里 如果你懂这个 你就不会对立了 这个从这个根基 因为你选择一级 你选择吸 你不图嘛 那图在等你 那你选择图 不吸 吸在等你 你就爱 你就爱 爱爱 有条件爱 后面等你 恨等你 你相不相亲 因为你是有条件的爱 第二体 痛苦 情绪体 情绪体 没介入 那请问一下情绪体 是不是比肉身体 更高 我前进在座的 刚才我讲 续性会传染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在座 这里有一个人生气 你们家 氛围会不会影响 会不会传染 会 你第二体有没有健康 你第二体有没有健康 情绪体 等一下爱 等一下恨 等一下生气 等一下快乐 那你自己 你可不可以当自己的主人 第二体 影响 第二体绝对比第一体高 中国讲气 对不对 能量 这个是最基础的 第二体 第三 第二体影响 第三体的媒介物是什么 磁力 磁性 什么叫磁力 磁性 叫做精神体 精神体 全世界的所有的 科学家已经认证一个事实 精神体 什么叫精神体 我解释一个 这叫 我们平常都自己 暗示催眠自己 你的精神状态 什么叫精神状态 你的希望 失望 对不对 希望跟失望 它是绝对的 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你有力 武力 你勇敢 脆弱 等一下你很勇敢 等一下很脆弱 等一下有时候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你有时候 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有没有 有时候你很脆弱 你一只蚂蚁 我都比 我都比一只蚂蚁都还不如 我觉得好脆弱 你的能量在这个互动 这就是阴阳太极的能量 我在应对 通过呼吸 你们要去觉醒 可能以前你们理论很多 我不用教你们理论 我教你们食物的东西 通过你们这里去 你试试看看 你要不要吸 你可以掌控吗 去吧 脱离恶也对立法者 我等一下如果叫你们把这个感官 精神体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实力 我所说的希望 失望 反正问大家 反正问大家 这个第三题很多人 尤其你身边的人 只要你失恋的人 那一个人 我老公不见了 我老婆不见了 我老婆不见了 我的爱人不爱我的 他马上掉漏到什么 第三题 完全没有能量 对人生生命是什么 是无望的 他的重心不见了 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情绪 没有情绪 僵尸走漏你知道吗 完全躲在黑暗的角落 连生气的力量都没有 我常常讲 有生气的人 人家还有救 不靠近 他还是活生生的 可是当你进入到第三期的时候 精神体失望的时候 对人生绝望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心死万物死 肉身体也会相对的 死亡 这个可以依据 我们所有的 全世界已经有十几个国家 做临床实验 拿病人 拿所有的患人 死刑患来临床 台湾 包括很多先进的国家 我相信在座有没有听过这个 有 没有听过 告诉你 他把死刑患拿出来做测试 本来是要枪毙的 他只是给 我等一下大家吃完后 请记得哦 我不会给你枪毙 我只是给你割碗 割碗 滴血致死 这样而已 吃完之后 每个人蒙起眼睛 手靠起来 好 开始形形 手 刀背一割 听 每个人都听到他自己的血流声 叮叮叮叮叮叮 死个死个死 有没有鸽 我可以讲没鸽 他会被心死 黏肉体的死 精神体 精神体 你会健康 你要给 你的观念 你健康 我跟你讲你就会健康 他会往正向你 你觉得没救 我跟你讲真的会没救 精神体 第四个 所以你们要什么 到第五 第四体 我们的观念 一定要健康 我们观念一定要正确 那观念 知识 知识 是随着时代不同 我吸收的 知识只是知识 我们要的是什么 智慧跟真理 知识 不代表 不好 它是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一个强调 我相信在座全世界都一样 知识里面有很多的 背景跟文化 就像我们台湾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未来是一个地球村 大家文化开始会做交流 跟 跟 跟所有的抨击 那 我常常讲我们台湾人太优秀 为什么 这一个跟你讲 从我观音法界二十几年 十几年那时候 我从观音法界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太多 最高灵性的 全部都在台湾 台湾真的是一个 宝党 台湾真的是一个 灵性最高的地方 我在座跟你们讲真实的 为什么 全中 全所有的世界 没有像台湾这么优秀 台湾人 为台湾人的骄傲 我每次出去 有出国都是以台湾人为交 身为台湾人 现在连中国大陆 都要来台湾取经 中国文化在台湾 在台湾 全世界所有包容性最强的 台湾人 哪有不包容 宗教包容 种族包容 连外来文化 进来都可以发扬光大 就是台湾 我找不到 不知道你们有研究 你们有没有去 在生活当中去脉动 我常常会用生活当中去脉动很多的石像 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大家都知道 我那天有分享 什么东西 巧克力 是外来文化 台湾花为了淋淋精致 不是吗 再来 什么 咖啡 谁说三熟 三熟看也没有好咖啡 全世界都下早了 这么我们在那边喝一杯咖啡要两百多块 现在台湾人到家 懒懒上口都一杯咖啡 而且离不开了 变成我们的文化的一环 而且多生活多贴切 而且把我把咖啡发挥的淋淋精致 为什么我们的根就是茶叶 茶叶的烘焙就是台湾人最厉害 我昨天南投 我跟大家讲 台湾的南投里面 风焙多少 全世界最厉害 真的台湾第一把焦 光荣 我跟你讲 这个外来的文化 而把咖啡 你看 粽子的又那么好 然后透过不好的咖啡 不好的咖啡 然后它经过烘焙之后 变一级的 创造这个价值 而是发扬 第三个大家要知道的 外来文化第三个现在最流行的 最夯的是什么 冰淇淋 这么好的 又三十几块 大家都可以享受得到 这个告诉你们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 我们的意识 像我们台湾 这么好的 每一个人这么好的一个思想 包容性 整体性的概念 那相对于我们把我缓回来的 第一个灵魂体 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这也是我们的因果体 我们又称为因果体 也称为什么 生命只有一个 两个 两个点 生死 它的媒介物 它的需要的媒介物就是这个 我们再来做宇宙体 成就体 这个不讨 那我们今天会讲这个能量 你们自己去思考 呼吸 它就决定我们生命能量 你所有这五个体 承载 任何出了问题 都会在你肉身体 记载下来 包括你的思想 包括你所有的 一些情绪体 包括你的所有的精神体 包括你的所有 都会在你 因为你有肉身 就会引起 可能你的观念 可能你的思想 可能很多那时候 当下很愤怒 戒掉了 哇 刚好什么 在你的思想里面 卡住了 这个时候卡住之后 你会生了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你知道吗 开始失眠 开始头痛 偏头痛 在西医的解释里面 偏头痛 头痛有三 三四百个问题点 可是找不出原因 你就是吃安眠药就好了 吃头痛止痛而已 没了 我们现在要找出根源 通过你的呼吸去做调整 第二个 通过灵性中枢神经疗异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 这个生命能量 你们去印证呼吸 这股能量 第二个 我们来看这张图好吗 大家手上都有 今天刚好今天 大概今天来了几位 我印了二十份 大概够不够 差不多刚刚好 好 那这一份里面 我们所有身体里面的神经 都会从我们的头盖骨 慢慢的 自律神经也好 交叉神经 副交换神经 全部都以中枢神经 我们的脑跟水 慢慢的透过我们的脊椎 到我们的脊椎 到我们的脊椎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去 检验这个能量 神经 我们都以神经为走向 再来以脊椎为导向 这股能量 这股能量 那真正的父母椎 这里有听到父母椎 什么叫父母椎 我告诉你这个原理 父母椎 父母椎里面 这一个叫做父母椎 我这样讲 你都听得懂 我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们 什么叫父母椎 西方 他是以兄弟为导引的 那为什么我们有父母椎的椎 的一个原理 这一个箭骨 在日本称为箭骨 这个箭骨在西上 它称为人体的支撑点 没了 它没有解释 但任何的医学 中医的理论基础 也都没解释这个跟这个 这个箭骨你知道多重要吗 修行来讲的话 七个能量 大家讲多 你身体出了问题 你脊椎出了问题 能量走不 海底骨你走不上来 连能量都吸不上来 那这个箭骨 它就是父母椎 你脊椎 这块叫做父椎 脊椎这块叫父椎 这一个叫母椎 父母的关系之后 它会影响这五个 这二十五个 二十四个椎体 等于二十五对神经 相对头也会影响这五个 一样二十五对神经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的一个很快的 你的颈椎有几椎 七椎对不对 八对神经 这个大概 没有读过鱼血的没关系 你就记住就好了 第二个 你的胸椎有几椎 知道人讲没关系 十二椎 对不对 这里有十二椎 第二个 你的腰椎有几椎 五椎 总共加起来二十四 可是有二十五对神经 因为你的颈椎是走上下的 其他都是走这个骨头里面旁边出来的 那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你这一块母椎里面有五椎 这个仙骨是到最后十八岁之后成形成为一体成形的 接下来看这一张 贱骨 这样你就懂了 看到没有 这张有没有 很大的一块 这个贱骨里面 这个贱骨叫鲜骨里面 请问一下 这个有没有很重要 因为这一个本来是 八了 你注意看这个八了孔 他本来十八岁以前是分开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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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十八岁后他成形聘做回去的 就固定了 就固定了 那固定之后 你身体所有的能量 所有从你的神经 中枢神经 所有的神经 这个神经从里面慢慢从这边 你看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够趴里面 他里面 他里面有两块 这两块是拼凑的 清凑起来 是立体的 他是这样 这么厚 这么厚 中间就 从中间穿出去 前面跟后面 他里面有没有 没有基础群 他会不会给你打成 好,我講拉扯的力學理很簡單 如果你把它這裡分為五塊 母椎分為五塊,母椎分為五塊的話 你的S1,我舉個例子,這樣比較好解釋 不是要噴嚼理性,我講這個會比較,來翻過來 母母,力學理這一張來 你的母椎,你的母椎,副椎你就會影響,尾椎有三節 CO1,2,3,三個,大部分三個位居多 一般外國人四個,可能會到五個 因為身體的高大,相對它會平衡 我這樣講你都聽得懂 一個父親,娶了五個老婆 那五個老婆是什麼,從這一塊裡面注意看 它有S1,S2,S3,S4,S5,對不對 是不是有S5 你們裡面有沒有,看著這樣解釋清楚 好,那五個老婆,每一個老婆管五個小孩子 聽懂了嗎 那管哪裡 S1管C1,C2,C3,C4,C5 第二個老婆,S2的老婆,她管什麼 C6,C7,C8,對不對 T1,T2 第三個老婆,S3管什麼 T3,T4,T5,T6,T7 那S4咧,再解釋下來 它是有順序的 對不對 再下來就是8到12 再下來咧 S5咧 S5,掌管 五個小孩,叫L1到L5 腰椎 腰椎,這樣清楚嗎 我等一下會給你們臨床 它是有根據的 所有的神經,不管你哪一個種族 它是有秩序的,而且是不會亂跑的 我在座今天不跟你講什麼 你過去所懂的神經啊,推拿子 那個路線完全不一樣 完全是神經跟頸椎 這個路線 而且是傳達訊息的本能 我們人體裡面你有熱脹能嗎 你有什麼訊息 它是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訊息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什麼 硬性中足 這一個基本的原理跟基礎 如果你的脊椎 S3 我反考你們 炫脈炫血 這樣才會記得 如果你S3出問題 你會傷到哪裡 胸椎 你知道胸椎多重要嗎 T3到T7 90%的人 我據我統計 90%的人出問題 90以上 胸悶氣悶 這就是 剛好在胸椎 那你這脊椎再對回來 在這裡 肋骨 全部在這裡 那你所有的 你再推回去 它會拉扯到你五臟六五 是什麼問題 它有反應的 那你有反應的話 你就 不好意思醫生 我要來看病 我這麼痛苦 那其實你沒有什麼病 它有訊號而已 真實的是這樣子 你要去找出源頭 我現在講你的事 你要去判斷你自己身體的症狀 記憶力不好 S3 剛好S3 T3到T5 帶小孩出去 不記得小孩去搭 那就是T5 出問題 結婚啦 收拾可能搭不記得 沒系統低落 出問題 帕欣斯症 T5出問題 T3 T5 T9 那個人絕對出 我臨床過了 T5 3 T5出問題 皮膚病 T9 那百分之90 90以上 那個人是有臨床的 因為他是很科學的喔 我現在科學是透過這個部分 再去對照解剝學 再對照神經學的喔 神經出問題什麼 他就有什麼 我教大家如何去辨證 講完了這個理論基礎 我教他們你們的幾個 兩個辨證方法 第一個辨證方法 我從中一理論基礎的辨證療法 教大家很簡單 你每天會不會刷牙